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最主要自家C是 有一個鼎立支持和參與 如果沒有他們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然後力量就是從小離奇到大 就是每個人都要愛自己的家鄉 所以要有自己的 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 需要我們本身在外地上 來自OMICON 今天就來到一個浴舍 跟大家感激下一個臉活 因為我剛才知道原來在這裡 馬來西亞的武士是非常出名 是拿過很多次的世界冠軍 在這裡有一個武士的表演 所以今天就過來這一邊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這邊的世界冠軍武士 和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們這邊的舞台那麼厲害 我們馬上速拍 去片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喜訊 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終於突破了五千個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有你們才有現家的我 今次希望可以和大家 回想認識多一點 我接下來會做一個五千定的Q&A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無論是關於旅行、生活、人生上 都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告訴我 你的問題是什麼 之後收集到大家的問題之後 我就會拍一條Q&A 回答大家的問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想問我什麼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繼續去一條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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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哈喽 新年快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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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快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就搞定了 不过真的很发 因为我在飞速里一直跟进你们的进展 从刚开始我们想做一个小型的 然后慢慢的每个村民每个出钱出力 所以把整个预设关系起来 真的很有趣 因为本来我们的计划就是今年也是 不要做了 暂时先休息一两年 可是 就感觉如果说整 如果不做你整个地方好像空空荡荡的感觉 每个回来过你好像没有那个气氛这样 对 所以我们没有搞一下电力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分钟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些龙头 所以我们就是先献严落这个制作龙头的人 到底他们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做出来 他们的答案给我们就是可以帮我们做出来 所以我们就慢慢加越多东西 再慢慢越搞越多 然后这三只龙呢就是 纯马来西亚制造的 纯手工 纯手工 所以龙头在前面 龙头在前面 还有后面那边 其实最主要是它是 纯手工的 鼎力支持和参与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然后力量就是从小里寄到大 如果说没有他们一点一点的支持我们 出这些钱 像今年我们 连续三天 免费的冰淇淋 人家吃 三天 然后今天还有五百个人的自由餐 马来饭 就是给全部来到这边的人都可以吃 所以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 就不是赚钱的地方 对 就是私审 不是私审 就是发扬 发扬给大家分享 这个传统 然后越来越多的 那就是我们的衣社 其实我们很感触的就是好像 其实我们衣社一开始 这些灯笼装饰 对 过后你会看到 过后你会看到 很多不一样的 大大小小的城市 的甘工 也是开始有那些装饰 这是我们很新的 我们一开始 你们有人去跟 很多人去跟 这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是 让我们每个过年的游子 回到自己本身的家乡 会感觉到那种的过年的出口 是 还有那个传承 对对对对对 传承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然后去到这个地方 过去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家乡 对对 要有自己的 知道自己的跟在哪里 对对 因为我们本身在外地 像我是本身在新加坡的 我没有在本地的 可是我在这边 有一班很好的团队 就是去帮我协调 然后我就在网上 我的三筹款 这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的 好 谢谢你们全部的到来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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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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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几岁 我开学五四 蛤 我开学十二 开十二 开十二 你是玩了五四多久了吗 我开 高 高学 高学半年 高学半年 那为什么会 开始选五四呢 一开始 我小时候的时候 很喜欢 但是我家长不同意 到之后是我的 我奶奶那边同意 哦 所以就可以参加这个五四 那你平常每个星期要练习多久吗 呃 这个要看天气 看天气 因为是在户外练习的吗 哦 是大概每个星期就两到三次这样吗 还是大概多少 有时有下雨就没有 就没有了 哦 明白明白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 那你玩五四是什么 已经开始玩了 嗯 嗯 因为爱好喜欢 因为爱好喜欢 哦 那你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找到这个五四去练习呢 嗯 练习是 学校学校读书 那你在五四五了这么久有什么最难玩的回忆吗 有啊 很多啊 这是去比赛吗 嗯 对对对 哦 哦 看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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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哦 你要真的是很很很很 很用心 很用心 哦 能出去比赛啦最少三五年了 三五年 哦 但是如果一开始学习的话是从什么开始吗 是打鼓啊那种啊 对哦打鼓 哦 哦 然后就慢慢的可以上去 哦 哦 明白明白 哦 你懂他古业的牌奏你就懂他的五四的牌奏 哦因为就是跟着那个节奏是这样跳 哦 还想问一下就是 哦 在你们团队里面除了华人之外 还会有其他种族的人一起来参加 都会有 他们都会有些马来 马来族 印度族都会有兴趣 哦就是他们都有兴趣这样学习 都会啊 哦 哦 哦明白明白好 谢谢你谢谢你 我感觉呢 真的很开心 因为来到这里是可以感受到这边马来族的 武士的文化 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 很多时候都会想 可能武士这些 可能中华方面都做得不错 但是这里的话呢 最另外的印象三部分 就是他们在这里 那个华人的文化 是做得非常之好 整个全世界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 刚刚大家看到了 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从小开始 就已经是 开始去训练去玩武士 而且他们是 真的自己对这个东西是很有兴趣 但是 我自己的感觉 可能在澳门或者香港 相对来说 那个气氛就好像没有那么浓厚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